第一场跑1200米,泥地 赢过的马是7号、8号 这只2号仔组跑过第3 但从未落地,虽然跑过第3,没试过0 上次成绩好是2号、5号、1号 2号、5号和11号 这只上次入了位置 夹猛大热是10号,灰马 2号仔组跑2号,威望 威望是上次第3,前次第4,即是逐渐逐渐近 赢过的马是7号、8号 入过Q是10号 第3名是2号、4号 10号仔组跑3倍半 蔡明啸,这只10号仔组跑3倍半 连续2次跑3倍半 本身入过Q,又是夹猛大热门 曾经上名是一个取胜的因素 曾经上名 另外夹猛大热门也是一个因素 各自互不相关的 各自互不相关的 不是说你有2个因素是成卖 多些概率 不是的 夹猛大热门是 在香港是 取胜率是高 比你随机撿一只马去跑 10号仔组跑3倍半 另外,今天报名是骑猛大热门 骑猛大热门 我应该骑猛大热门 1号来的 潘顿不在 11号仔 田泰安金牌实力 上次第9 前次12 11号仔有没有 有没有赛绩? 没有记录 不过上次入了位 11号仔 2号5号 10号 2号5号10号 是上次成绩好的 不是11 2号5号10号 还有1号仔 跑第4 上次 11号仔应该是冷门马来的 金牌实力 田泰安 郑俊伟 上次第9前至12 这些很厚 这些很厚 1号仔 古浪正彩报名 档位8档 1号就是 没有赛绩 上次跑第4 但近期由第7名进展到第4名 而且换了报名 所以变成单位数字 3号叫勇冠群鹰 冷门 是他这种 6 11 上次跑第6 前两次都是11名 3号 3号叫勇冠群鹰 冷门是他这种 不过 3号 1号 1号 2号 1号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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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4号 4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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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5号 4号 4号 但赤超贏不了 跑得大头又贏不了 很难赢 特攻 5号仔反而多人关注 7倍就是中逆离 最近3次是393 最近4次是3931 除了第9次不太好之外 就有第1、第2、第3 即5号仔 如果出了集就很好 6档 五中逆离 出集是好的 有时候在这个圈子暈得很久 上一次 夜赛的时候就普普通通 不太好 熊运派彩 6档 7倍 飞腾追9倍 飞腾追6号仔 近期是1294 飞腾追 6号最厉害是第4 飞腾追 最厉害是第4 飞腾追就是班德里奇 7号八卦12倍 7号赢了本路程 不过近期是普通的 第8、第11、第9 都在后面都乘回 他赢了本路程 他赢了本路程 本路程赢了本路程 就是7号、8号 8号灰马 他赢了本路程 他赢了本路程 然后第5、第8 好像越输越远 今天又飞了7倍 5号、8号、1号、2号、10号 很多人关注 8号 多好 这马也挺好 这马也挺好 灰马 霍宏星期四档 徐石有两只 第5、5号和7号 即是红运派彩和这只八卦 八卦就冷点 8号仔 现在灰马 东风1号 10号又是灰马 最多欢笑 我这场喜欢 最多欢笑 10号、1号 即是买赛明笑和报文 王子康买一只6号 飞腾追 所以 6号最厉害的第4名 本路程 3号是勇冠群英冷门 应该 蔡俊佳要11号、8号 即是要东风1号 和金牌实力 金牌实力11倍 即是要10号 我也喜欢10号 他要5号 即是中逸礼 15、1 我要11 9号 浅蓝色直间调 就是10号 名字 最多欢笑 最多欢笑 连续两次入Q 但未赢得 1号 我猜会积极 三档 Janny姐又要10号 要5号 她要中逸礼 15、4、1 现在镜头对着这只 就是中逸礼 红云派彩 红色、三白色 就像蓝花体育会 以前 红云派彩 后面的格子袖 就是飞腾追 这个橙色尖条 就是古浪精彩 布文 布文你现在追 电算机就是10号 大热门 然后呢 就到这个 1号 5号 6号 8号 4号 那些 1 4 5 6 8 10 这些是单位数字 黄子康要6号 位置的大热门是10号 次热门是8号 Win 就刺热门是 1号 黎地的1200米 大热门如何 近期的数据 今天的头像赛事 就是黎地5班1200米 打头阵 黎地的场地状况 就是理想 好地挂牌 至于读数方面 见到9.04 目前的热门 近这两场都上得到名的灰马 最多欢笑 3.5倍 无位杰的马来的 好了 排阶方面呢 见到特攻 接着就 今排 交给阶前 行追 住步马不准备 偷档头场赛事 5班黎地千亿的短途赛 大意暂时显示 是10 准备 好 那奥利一起步的时候 最多欢笑 瞎了 前面快的嘛 徐宇石一对 麦兵威之八卦 外面呢 还有一只熊运派彩 第三位 奈兰威莽 第四位灰马 东风一号 外面网空走了上去 淺蓝衫那只 特攻进占第五 奈兰第六 红衫飞腾追 尾四中档 蓝衫那一匹 勇冠群英 后面三只金牌实力 古龙精彩向尾二 奈兰暂时殿后 进占尾尾 就是那只灰马的最多欢笑 好了 那转弯的时候 前面放的嘛 就是八卦的了 直来了个几身位 红运派彩 就咬住第二 第三还有威妄 第四位 东风一号 第五位 红衫飞腾追 在里面 灰马那只最多欢笑 特攻就大外当见的了 后一点的马 才有古龙精彩 橙衫就背衫入直路 好了 转整弯入直路 八卦 还接着一个多新位 红运派彩就在第二位 再看到第三位 埋面最多欢笑 上来 中间还有只东风一号 最后一百米 红运派彩已经投出了 最多欢笑 先过这只八卦 直追这只 红运派彩 外面还有东风一号 接近中间 红运派彩赢 跑第二名 是最多欢笑 第三名 东风一号 第四名的马呢 埋面位置 是八卦 结果今场赛事 都是赢过沙田千四 这只红运派彩 转过来黎地千二 中逸礼赢了 报名不知去了哪 古龙精彩 10号是出门失机 8号是临美乐飞 中逸礼在前面 抵抵抗 12号 第二位 应该不是 lacking放投 是第二位 很正路 这些 你多多一两只 多数拖到 5号 10号 5号 10号 8号 7号 6号就贏过 7號、8號都贏過 跑了第3、第4名 一出來,蔡明紹 在後面,縮在裡面追 鍾逆禮先出來 鍾逆禮馬叫做 紅運派彩上次第3、前次第9、前次第3 近兩次有位置 是很有手影的 7號仔是八卦 近跡很差 很厚 所以先出來 八卦騎士是無顯東 也不錯 先出來 看看報民的馬在哪裡 報民的馬爆尾 蔡明紹的馬現在是尾四 沿著內蘭出來的馬也是 摔著頭 另外一隻灰馬 8號仔的東風1號 長經潘頓騎 其實他贏過這個路程 現在蔡明紹在裡面衝上來 跟那隻灰馬鬥 這隻7號已經沒有力了 這隻一路一路 越來越慢 這兩隻灰馬衝上來 穿了三重彩 這隻10號仔走勢有勁 但是出閘失機 沒有了Win 5號10號 8號10號 也有18倍 兩隻馬都很受人關注 5號10號